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你们一起制作广式蜜汁叉烧 操作十分简单 蜜汁叉烧十分入味 特别适合干饭人 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这里用的是五花肉 当然你也可以选用猪颈肉 先用叉子把五花肉正反两面插几下 这样做的目的呢 可以让腌料更好的入味 然后准备葱和姜各十克 切大块 我们准备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生抽 小半勺蜂蜜 两大勺叉烧酱 少许五香粉 和一大勺的海鲜酱 加入事先切好的葱和姜 一起调和 这样我们的腌料就做好了 然后把五花肉放进一个保鲜袋 倒入我们调好的腌料 放出空气 按摩之下腌制大约8小时左右 我们就可以准备烤了 我这里用的是电炸锅 180度20分钟 10分钟的时候可以翻个面 可以再刷上一层腌料 再烤大约10分钟左右 这样我们的叉烧就已经做好了 最后我们再刷一层蜂蜜 就可以准备切块砖盘了 如果希望叉烧红一点的朋友 可以加入天然的甜菜头汁 或者一块腐乳 都可以给叉烧增色 喜欢广式叉烧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试哦 下期为你们带来 沙烙月叉烧红面 期待一下吧 拜拜